今天的加油科创人系列报道 我们把目光投向上海 科研成果转化难 其实很多时候是源于信息不对称 科研人员懂技术 却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研究转化成产体 企业有需求 却找不到难为自己解决技术难题的人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作为上海首批设立未来产业先导区之一的大零号弯 专门为科研人员和团队 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成果转化对接专员 彼此携手同行 一起跑出了科创落地的加速度 杨长 八零后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研究员 他主导研发出了一款带正电荷的 透明导电薄膜材料 实验服和万用表 是陪伴他最长时间的工作伙伴 我们想做出什么样材质的薄膜来 就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材料 渔船 九五后 在上海大零号弯 专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工作 帮助高效科研项目 对接政府 企业和资金方 维C和糖果是他缓解压力的职场搭档 首先要把资料什么的肯定是要填的正确 项目可以到达展示度 投资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项目 一个最擅长的是做实验写论文 一个常年与各种项目资料和表格打交道 不久前的一通电话 让这两个此前从来没有过什么交集的人 成为了携手同行的伙伴 杨长告诉记者 他所研究的这项新材料技术 可以为普通玻璃赋予传感 发电等多种功能 蔚来还可以应用在光伏电池 显示器 传感器 探测器 智能玻璃等领域 基于这项材料技术 他在首届全球蔚来产业之星大赛上 获得了超能奖 但接下来如何与产业对接 又怎么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 却把它给难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慕名而来的渔船打来的一通电话 让他眼前的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现在有很多科研做得很好的老师 大家的习惯就是 我把某一个方向 做到世界上最领先的 但是怎么跟产业联系起来 其实我们从来没仔细去考虑 通过这次的机会 我们学到了从产业方的角度 投资人的角度 从政府的角度 怎么样去看待技术落地的一个转化 作为成果转化对接专员 从打电话的那一刻起 渔船就开始了他全程陪跑式的服务 不仅帮助扬长团队 对接产业基金 而且通过梳理分析 从上下游产业链 找到了有合作意向的企业 共同进行产品开发 经过反复论证 目前他们把第一个转化场景 聚焦到了光伏行业 并已开始筹备中式试验 以进一步验证技术的可行性 他是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帮他做的 现在杨老师可能是只是一个项目 慢慢落地了 能慢慢开始去接受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检验了 我们希望我们下一步能陪伴杨老师 从一走到十 甚至从一走到一百 这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 杨长的实验室和渔船的办公室 相隔两公里 在这条路上 他们曾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依然会沿着这条路来来回回地走 因为只有走下去 才能相互成就 杨老师 磕窗路慢慢 生活很苦 吃个糖吗 好 谢谢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